曾经的一件往事 他至今回忆起来都心痛 我生病发高烧四十多多 他把我带到医院去 医生就开了个住院单 叫我们进去住院 我告诉他我就这样子做了 等我厕所出来他人没了 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 病压 墙 什么东西他都带着我 检查出来以后 他说要上一下厕所 那个地方离住院部的脚废处很近 当时我就马上去排队了 临到的时候 他那个说钱不够 当时就说钱不够 你这点钱给我先收进去 我在钱拿了不 把我病人手术办掉 这个就是正确的办法 你当时的做法 我没筷子这个办法 我马上跑回去 因为家里也比较近 也没想到跟他打个招呼 对 我马上我就马上回家 他后来把钱拿来交掉了 也不找我也回去 就走了 他回家了以后 他人找不到了 不是说我没去找 这个不可能的 那我怎么找来找去 那我怎么 我回回家呀 那可能我看 他可能那时候人受不了 已经住到医院里去 后来呢 一进住院部 那马上给我点滴挂上去了 一挂上去呢 又睡着了 我那个病房呢 就我一个人 后来我在晚上12点钟了 隔壁病房的家属去上厕所 要经过我那个门口过的 都是听见的 说医生医生不好了 说这个病人 那个瓶里都是血 后来医生护士跑过来了 他说怎么你家里 没有人照看你呀 这样会出人命的啊 什么时候他才来的 第一天早上 我告诉他了 我说你昨天去哪里了 我说我昨天的瓶里都有血 医生说真的会死人的 他说你死就死掉好了 我还管你那么多 我不记得 道理说不应该说 也不会说 给他的印象可能这样子 你带我过来 我发热 病例也拿走 也不打个招呼 我差点要死掉了 那肯定你就是这个 这个事情是伤害我一辈子 哪有丈夫 我生病的时候 把我送到医院去 邻居的话 也不会这么做 这个事情确实讲 也很严重 但是就是没长大 没有战前过后 这个沟通上没问题 我也跟他说 我说这个事情 如果你做错了 你用别的东西弥补我 我也过去了 我说你这样子的话 不弥补 好像水库漏水了 那个你让他漏漏 那个霸会亏掉的 你说了十分钟 二十分钟烦了 你再找我炒要打了 弥补也就是说做得差 没有做好 能力有问题 我的能力比较差 爱别人的能力 确实也比较差 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我这个人也比较水溢 认为心理 就是那么回事就行了 这里呢 我表示一下 我的歉 杨先生为当年没长大 深深伤了老伴的心 感到抱歉 但他的道歉 在洪女士看来不够真诚 说白了 老伴道理是一套一套的 但光认错不改错 依旧没心没肺 在家庭里扮演着一个 长不大的孩子角色 我是这么多年 反正是钱都放家里 你怎么用我也不想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他几回工资 也不知道他的密码 没长大 还是像在妈妈家里一样 重心也没转移过来 可以说老伴经济上的不担当 生活中的不关心 爱喝酒闯祸的种种 长不大的表现 让洪女士非常失望 令人疑惑的是 杨先生为什么会一直呈现出 这种状态呢 又是什么 让洪女士坚守在这位 长不大的丈夫身边 整整四十年 这背后是否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欢迎继续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金牌调节八周年福利大放送 即日起扫描屏幕下放的二维码 关注金牌调节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金牌好物优惠券 同时回复金牌推荐四个字 就可以获得金牌好物推荐 还有机会被选中 获得我们送出的惊喜小礼品 还等什么呢 赶紧参与一起迎娶更大的福利吧 好的我们节目继续 我十八岁的时候 我母亲死了 我父亲正月十五走掉 扔下我们一帮孩子 没有家 我的弟弟才十岁 没有疏毒 姐姐嫁人了 带到姐姐家里 姐姐说这弟弟是不是我们生的 我们没有责任 不要管 后来我下放在农村 把我小弟弟带到农村去吧 那时候两毛前天 有时候没饭吃 有时候没有菜 小的带去了 后来呢 我那个大弟弟呢 就生病了 没人管了 脑子出问题了 后来我们农村回来呢 我那弟弟呢 晚上呢 开水就浇我身上来 洗衣板这么长长的就 敲下来 后来呢 他追我了 追我不正好 我弟弟发病 天天要赶我走 就一个人随便嫁掉 有人要我 我就嫁吧 赶紧逃吧 就想一个家 嫁了以后 也把我弟弟又带去了 这一段经历 对你后来 对你后来的婚姻生活 有什么影响 什么都好商量 什么做自己做最好 对他的爸爸妈妈 对他的兄弟姐妹 他兄弟五个 都很好 当时在公社工作的话 自私青年 回自己下方的地方去看看 碰到了以后 那么我是这么认为 我老婆这个人是好的 虽然疏度都少了一点 我是认为 这个人也蛮善良 可能会对我好 他刚才说的 他弟弟对他不好 那我也说 假如他愿意嫁给我的话 我也要 就这么回事 那你现在的这种性格 包括你说 也觉得自己长不大的 这种处事方法 是什么给了你影响呢 家庭条件也有关系 我爸爸是 解放以前就出来工作 在油店部门 工资也蛮高的 家里呢 不用为生活发扯的 有极安逸 爸爸妈妈呢 他们也就是说 有几块钱 用几块钱 很随意 影响了我 看淡了 什么东西都看淡了 无所谓 无所谓 你对生活 没有那么多的追求了 对对对 没那么多追求 他也经常就说 我对你们全家都这么好 你对我一个人合作不到 我自己也有压力 可以说 老两口四十年的婚姻模式 跟他们的成长背景 有着巨大的关系 一个习惯性的付出 忍让 一个理所应当的 不长大 不承担 继续这样的状态 红女士 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她已经受够了 没有依靠 独自承担一切的生活 就希望老伴 快快长大 只是老小孩 杨先生 真的能够长大吗 老两口过去的生活状态 该如何改变